今天要给大家说的是 什么事 我给你说 我得和你正式谈牌了 你弄点新鲜的 你谈什么牌 我一会儿我就让你谈着了 不是我这会儿信心满满 我有筹码 筹码 有迷上赌博了吗 什么筹码 来多大的 少说我提你 不是赌博 赌手工博 是吧 我把你这个面前的座子 我给你买了去 座吧 太好了 我一直想这个座子太暗事了 你说淹没死化了好几回了 你座子从来就没换过 我回头我换个红木的 是吧 我心情更高兴 去吧 卖了之后 我给你五块钱抛腿先 其余的都拿回来 你不心疼啊 我心疼什么呀 你个座子挡筹码 一看你就有点小家子气 你看人家下边这一位 人家之间都两个二挡筹码 结果不打官用呢 最近这几天 心态是原家庄想 婆婆玉村的范大娘家 突然做了两个不俗之客 一对年金八岁的双摩台葛联 大爹叫大宝 小爹叫二宝 要说起来啊 这俩宝贝也不是外人 他们管范大娘叫义 是范大娘妹妹的孩子 外甥们党姻的责任是热烈欢迎啊 不过他们来的目的 却让范大娘万分为难 知道你爸为什么 爸你没送到这儿来吗 我知道 是等着干嘛 在等你妈 那你妈没在这儿呢 孩子奉父亲之命 在这里等他妈回来 照这么说 莫非你妹妹在你们家 温婷辞烟 犯了娘大呼愿望 半个月前 我儿子结婚的时候 我妹妹确实来管我家 看她早就回去了呀 由于妹妹冤在白犁之外 范大娘别答应了她的请求 几天后 在范大娘儿子的婚礼上 美副吴大哥也赶来喝喜酒了 由于妹妹简直不愿意 带着大包二包走 为父吴大哥 只好一个人返回了假 为了让他们两口子和好 范大娘一家人都劝妹妹回去 最终妹妹才勉强答应 最后她交了一辆出租车 带着孩子离开了这里 这时范大娘终算是送了一口气 可五天后 一箱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按照大包二包的说法 当天上屋 父亲雇车把哥俩 拉到了范大娘村口的 这个石灰腰附近 连提甲踹 把他们哄了下来 叫了他们到宜家 等妈妈 然后就仰城而去 大包二包说 妈妈之所以离家处走 都怪平时 爸爸对妈妈不好 从孩子来的第一天 范大娘家 就没完没了的 给他们的爸爸打电话 希望赶紧过来 把孩子解走 因为学校已经开学 不能耽误孩子读书呀 昨天下午三点 我给他订好 你三点来叫孩子 不叫孩子 我打了 就有领送去 他赢了喜好 赢了喜好 这不是多了 过了三点了 再打电话来 电话关机 打那以后 这位吴大哥 就再也没有联系上 妹妹离家处走 已经够让范大娘生气的了 没想到妹夫 还来了这么一处 要不是因为路员 娘家人啊 遭上门 把这狠心的妹夫 给包走一顿了 两口子打仗 你拿孩子 呕的什么气 真是不像话 你说 尤其是把两个孩子 当筹码 这麻麻的就一斗开学了 你不耽误孩子虔诚吗 抓紧事件 把孩子借回去吧 还有那党母亲的 看了我们骗子之后 抓紧事件回来 什么矛盾好好的 坐下来探 这以周聊职 能解决什么问题啊 这党爹的别说党妈的 党妈也别看不上 这党爹的 这一对爹妈 用老几男话说 都够在